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戴琪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身处麻袋之中 周远一边呜呜叫着 一边在麻袋中奋力挣扎 可换来的却是一剂手刀 周远闷横一声 头一歪便昏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觉身子摇摇晃晃的 头部时不时仍旧会传来阵阵晕眩感 他缓缓睁开双眼 从麻袋里钻了出来 四周昏暗无比 隐隐还散发着一股河水的臭味 带视线适应了黑暗 他这才发现自己身处一条船上 而在自己周围 还有着不少跟他一样被装在麻袋里的人 见到此情此景 周远第一反应就是他们即将遭遇不测 他来不及多想 赶忙跌跌撞撞地站起身子 朝着其他人走了过去 周园一个个将麻袋里的人晃醒 片刻过后 船中便传来阵阵哀嚎之声 很明显这些人和周园一样 都是被忽然抓到这里来的 可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村民 将他们抓来又有何用处 正当周园苦思冥想之际 身边的门帘忽然被人掀了开来 一个萌面敌黑衣人便出现在他们面前 黑衣人大力地敲击了一下船板 一双锐利的双眸扫过众人 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 你们都是朝廷精挑细选的人才 今日的秘密押送任务将有你们 记住 船上的东西不要随便乱看 更不要将他人带到船上 待任务完成 你们会得到一笔丰厚的报酬 但是这次任务 一旦有人透露了出去 那么报酬就看你们有没有命拿了 说着话 萌面人掀开帘子 示意让周园几人出去搬货 货物又多又沉 分别搬到了三艘船上才勉强放下 周园上了最后一条船 而先前的萌面人则是跟着去了第一条船上 船在船夫的带动下缓缓离开岸边 跟周园在一条船上的是个约莫四十来岁的男人 男人泰然自若地吹着小曲儿 可周园的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有些美谱 他细细打量着船上的货物 又偏头看向另一边的男人 好一会儿才开口问道 你说这些货物都是啥 朝廷那么多人 为何偏偏叫咱们来运送 男人哼了一声 邪逆了周园一眼 管他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就只管运送 送到了指定地点 咱们数钱就行 官府里面的事儿 咱们平民老百姓想管 也管不了啊 话虽是这么说 但周园总觉得这事儿大有蹊跷 船缓缓行驶着 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第一条船上的船夫吹响了耗子 紧接着三条船都停了下来 船飘荡在河水中央 周园掀开帘子 小心翼翼地忘了过去 就见蒙面人 从第一条船上走下来到第二条船上 小心翼翼地检查着货物 不一会儿 蒙面人眼神大变 狠利地目光扫过众人 最后将视线停留在其中一个 皮肤黑油油的矮个子青年身上 蒙面人不费吹灰之力地 将矮个子青年提了起来 指着一箱货物说道 这箱子是你打开的 矮个子青年被吓了一大跳 在蒙面人手中不停挣扎着说道 不是我 不是我 快放开我 可蒙面人手中的力气 确实越来越大 丝毫没有放过矮个子青年的意思 说实话 告诉我是不是你打开的 否则我现在就把你丢进河里位于 矮个子青年下意识偏头 看了一眼深厚的河水 吓得晃了晃脑袋 我 我说 是我开的 我就是一时好奇 不过我发誓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官爷放过我吧 我真的没有看到 蒙面人点了点头 将矮个子青年放了下来 好 我放过你 就在矮个子青年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那蒙面人忽然眼神一灵 趁矮个子青年不注意的时候 猛的抬腿将其一脚踹进了河水之中 矮个子青年不懂水 挣扎两下 便被河水淹没了 眼前的场景 让船上的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中原见状 背后意识一阵发寒 装货物的箱子里究竟放着什么 让人看一眼 就落得如此下场 正想着 船上的蒙面人再次扫尸周围人一圈 随即冷哼一声说道 上船之前我就跟你们说过 不该看的不要看 可偏偏还是有人好奇心中 正所谓好奇心害死猫 再有人触碰底线 刚刚那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说吧 蒙面人又跳上了第三条船 检查货物无误之后 他这才又回到了第一条船上 见蒙面人走了 男人这才朝着周围笑道 怎么样 我说了吧 这里的事情什么都不要管 就像我这样坐着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那个人或许什么都没有看见 但蒙面人还是将他丢进了河里 这叫杀鸡景猴 他这么一坐 保准接下来没有任何人感动外心思了 男人说的对 周围原本对这货物也充满了好奇心 可看到刚刚那番情景 他就算有一千个胆子 也不敢再多想了 夜幕降临 船上传来了阵阵憨声 似是那蒙面人不知何时睡了过去 周围这才掀开帘子走了出来 河水平静 想起先前矮个子青年的遭遇 周围仍旧感到有些心惊 他垂眸看着河水之中自己的倒影 忽然间河水翻滚 好似有什么东西 从河水中冒了出来 周围惊得倒退几步 此时定睛一看 这才发觉河里竟有人溺水 周围不敢多想 跳下河水便要将那人救上来 另一边在屋子里 又在有在哼小曲儿的男人 听到外面的动静 赶忙跑了出来 见周围要带人上船 慌忙低声喝道 小子 你这时要做甚 你难道忘了蒙面人先前的叮嘱 忘了矮个子青年的下场了吗 周围摆摆手 救人要紧 再说了 蒙面人现在呼噜打得震天响 他不会知道的 说着话 周围纵身跳入河水之中 奋力将那人拉住 只是那人很沉 周围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将人拖到船上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才发现捞上来的是个满头银发的老翁 老翁双眸紧闭 周围伸手拍了拍他的脸颊 好一会儿老翁才有了反应 咳了几声 吐了一大口水出来 见老翁醒了 周围赶忙凑上前说道 阿公你醒了 好端端的您怎么会溺水呢 老翁没有回答 反而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了看周围 周围本想再问些什么 却见老翁美貌一束 当即便指着周围大骂道 我一心密死 你为何救我上来 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小兔崽子快放我下去 老翁一边喋喋不休骂着周围 一边挣扎着又要跳进河里 周围不知为何自己明明救了阿公一命 这阿公还要对其破口大骂 正在思索之际 河水之中 好似又有什么东西冒了上来 阿公脸色大变 慌忙扭头看去 待看到河水中场景之后 阿公来不及多想 一把揪住了周围的衣领说道 小子 谢谢你救了我 只是你不该这样做 这样反而会害了你 我骂你也是为了救你 记住一会儿跃上枝头以后 千万不要吹口哨 周围一愣 完全不明白阿公所谓何意 赶忙又开口问道 阿公 为什么 你这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你说出来 或许我能帮助你 阿公偏头看了一眼周围 好奇心害死猫 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子 说着话 阿公不顾周围的阻拦 转身便再次跳入河水之中 与此同时 河水里冒出来一个东西 那东西竟只吵着阿公扑了过去 瞬间阿公便被那东西吞没 周围站在船板之上 看不清河水中究竟是何物 只是他隐隐感觉那东西好似在盯着他 周围打了个寒颤 赶忙钻回了船里 和周围同一条船上的男人不再悠哉 此时他用心忡忡地看向周围低声说道 小子 你惹了大麻烦 蒙面人在刚刚已经醒来 现在他正朝咱们这边走来呢 你好自为之吧 说着 男人坐时便倒在地上 打起了呼噜 周围闻眼掀开帘子向外望了望 果然看到蒙面人正缓缓朝这边靠近着 周围偏头看了一眼 地上装睡的男人 心中紧紧为自己捏了把汗 就在这个时候 船连从外掀了开来 蒙面人狠立的目光停留在周围身上 随即二话不说 便在船上寻找起来 紧接着又查验了一番船上的货物 见货物毫无损伤 这才松了口气问道 方才你一个人站在船上嘀嘀咕咕地做什么 跳下河里又捞了什么东西上来 一个人听到蒙面人这么问 周围当即回道 我 我方才不小心睡着梦游 具体发生何事 我也不知道啊 蒙面人见船上货物没有被打开 而周围也不像是在说假话 便再次开口说道 马上就到案了 都警惕起来 别再睡了 赶紧把他也叫起来 说吧 蒙面人转身出了船 带齐走远之后 地上装睡的男人 这才缓缓睁开双眼 诧异地看向周围 哎 我说你小子可以啊 说起谎话来都不带红脸的 对了 方才我明明看见 你和一老翁在讲话 怎么蒙面人偏偏说 你在自言自语呢 莫非 想到多种可能 周围脸色变了变 赶忙回头对男人说道 大晚上的 别乱说话 老老实实坐着吧 好似一会儿就到对岸了 周围说着 探头朝外看去 眼前的光亮距离他们越来越近 对岸上 好似有不少人影晃动 周围看不清楚 此时心跳加速 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 船只缓缓靠近对岸 第一条船上的人率先走了下来 在对岸上的人和蒙面人的监督下 那些货物被一个个搬下来 周围再次朝对岸看了一眼 只见对岸上站着七八个人 这些人和蒙面人打扮如出一辙 乍一看几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周围有些分不清谁是谁 很快的第二条船上的人和货也到了对岸 轮到周围他们这条船的时候 周围留了个心眼 朝着其他几人看了看 这一看便让周围发现了端倪 岸上的几个黑衣人双手放在背后 在月光的照射下 他们的身后反射出阵阵寒光 而在几人身后的影子里 周围清清楚楚看到那如同刀尖一样的影子 周围倒吸一口凉气 却不敢有任何动静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以不变应万变 货物斑满 周围几人排排站在岸上 待几人查验货物完毕之后 悄悄在蒙面人耳边说了句什么 蒙面人便点了点头 随即朝着周围几人说道 今天为朝廷办事都辛苦了 一会儿拿了酬劳之后 都尽快上路归家吧 说着 蒙面人便从腰间的布袋中 取出一个个沉甸甸的荷包 看这样子 荷包里大概装了不少银子 站在周围身边的男人健壮 眼睛都要笑眉了 唉 这一路上虽然胆战心惊的 但总归结局是好的 这么多银子 我估计我后半辈子都花不晚 见前面的人一个个笑弯了眼 周围心里却打起了鼓 事情必然不会有这么简单 周围战战兢兢地揭下那荷包 便听蒙面人说道 酬劳已经发到你们手中 是时候上路了 人们说说笑笑地 纷纷再次上了当初几条船 周围远远跟在人们身后 就在第一个人踏上船的时候 背后忽然风声大起 周围下意识躲闪 当他回头看去 驾好看到一把锋利的寒光 朝着踏上船只的那人身后刺去 周围口中那句小心还没来得及说 那道寒光已然冲破那人皮肤 紧接着便听那人闷哼一声 眨眼间便倒在了地上 突如其来的状况 将几个人吓了一大跳 见身后蒙面人纷纷挥刀相向 几人吓得四处逃窜 可还是没有逃过蒙面人的攻击 眼看失去性命的人越来越多 千军一发直渴 周围忽然想起了先前老翁的嘱托 对了 吹口哨 周围虽然不知吹口哨会招来什么可怕的东西 但现在看来那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不断地哀嚎声中 忽然传来阵阵清脆的口哨声 寂静的河水因这一声声口哨 悄然发生变化 月光之下 河水翻滚 转瞬间 好似有什么东西从河水里冒了出来 周围此时借着月光定睛一看 这才发现 这些东西不是别的 而是一个个如同狗一样的生物 这些生物看到岸上的人之后 瞬间兴奋起来 一个个从河水中飞身上岸 面前的场景将几个人吓了大跳 只见那些生物 纷纷长着一颗狗头 而狗头下方却长着如同鱼一般的身子 是狗头蛮 这时候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句 岸上的无论是蒙面人 还是即将被刺杀的人 纷纷露出惊恐之色 话音刚落 河里的狗头蛮便掀翻了船只 跳上河岸的狗头蛮则是朝着人无差别 进行着攻击 周围眼见那些人们还在呆愣着 便赶忙大喊一声 还愣着坐肾 快跑啊 听闻此言 人们纷纷逃窜开来 手中握刀的蒙面人 试图和狗头蛮一蹶高下 可手臂还未挥舞 便被狗头蛮吞下肚中 周围脚下步子加快 一步注意竟被一颗石子绊倒 静止摔倒在地 跑在前面的人们见周围摔了 回头望了一眼 眼见身后有狗头蛮追上 感冒闷头继续向前跑去 周围腿部被石子割伤 此时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眼看身后的狗头蛮距离他越来越近 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感觉自己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回过头去发现先前跳入河里的阿公 不知何时又出现在他身边 周围一愣 便听阿公说道 小子 愣着坐肾 跟我来 老翁拉着周围起身 不知为何 原本筋疲力尽的周围 此时此刻忽然有了力气 他跟在阿公身后不断跑着 没一会儿便甩开了身后的狗头蛮 阿公带领周围来到了河岸的另一边 好一会儿周围才平静下来 两个人 月光却只倒映出一个人的影子 周围看向身边的阿公 他的身影忽明忽暗 周围诧异地看向阿公 许久才张了张嘴问道 阿公你这是 阿公没有回答 反而是仰头看向天空 渐渐的天边于杜柏渐渐升起 远方的嚎叫声也逐渐消失不见 阿公回头看向周围说 天亮之后 那些狗头蛮就会回到河水中去 小子 你是个善心人 救了我 我也应当救你一命 只是那些狗头蛮虽然可怕 我也曾经被他们追咬过 但是比狗头蛮更加可怕的 却是人心呢 阿公说着话 当周围回过神来的时候 身边早已没了阿公的影子 好一会儿 周围这才敢起身 朝着之前的地方走去 地上血水弥漫 蒙面人纷纷倒地不起 早已没了气息 也有未逃脱的可怜的人们 其中便有跟周围同一条船上的男人 只是男人怀里抱着荷包 脸上还洋溢的欣喜 而在那一个个装满秘密的箱子里 放着的不是别的 而是一句句面目全非的尸体 在那一句句尸体之中 周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养 那便是救他于水火之中的阿公 周围将箱子放回先前的船只上 一点点将他们运送回去 随后便将此事报告给了官府 官府闻言 见有人打着朝廷的幌子办坏事 灯石大怒 在一步步查明之下 真相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原来这些尸体 竟都是来自远方的难民 有人盯上了朝廷发下来的赈灾粮 为了这些粮食 那些人不惜杀害 这么多无辜的难民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实在可耻 正所谓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官府很快就抓住了那些人 至于负责押送尸体的蒙面人 估计早就落于狗头满口中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